作词 李宗盛 如果能实现 把心交给这一切 做自己的选择 相信你走的路 都充满了坎坷 也请不要认输 今天掌势从前 明天需要展现 站上舞台就会美无限 我会一直追随着 眼前闪亮的颜色 年轻时光在飞舞 奋力去追逐 我会一直勇敢着 绑好自己的角色 跟着心走去追逐 Try your best to do 奶奶 这是我跟胡瑞送您的生日礼物 报纸啊 您看看上面的日期 民国十八年十二月二号 这 这不是我的生日吗 对啊 奶奶 这个是您生日那天的中央日报 这么珍贵的东西 在哪里找到的 来 现在网上找到的 谢谢 谢谢 军阿姨 生日快乐 祝您长命百岁 谢谢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太珍贵了 我们给他起了个名叫团聚 团聚 团聚 字头好 就是让你们破费了 您太客气了 军阿姨 请坐 好 这块月可真漂亮啊 你看看多亮啊 弄得我们家这个礼物 都拿不出手来了 今天奶奶 这是我们送给您的礼物 您可别嫌弃啊 那你好好看看 想起来了吗 那 那 你看 这是你们家震海的老宅子啊 这 你们在哪里找到的 您可别提了 我跟你说呀 那胡锐带着安心 端门跑了一趟宁波 到处去找啊打厅啊 后来就好像找到了个老爷爷 这个老爷爷呢 是胡叔叔的老邻居 正好有一张照片 他们就跑到那电脑上扫描了一下 是是是 刘云秀这个啊 可不容易呢 秀了四个多月呢 对 四个多月 太美了 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 您想起来这个房子了吧 当年胡叔叔不就在这房子认识您的吗 对了 胡爷爷肯定是没这张照片吧 回头等我有时间的时候给你秀一个大一点的 不用秀不用秀太费事了 有照片给我一张照片就行了 胡爷爷 早就给您想到了 照片啊都给您洗了 爸 你看 好 谢谢了 谢谢您 不谢不谢 您好好看看 亲奶奶奶 我们给这个刺绣啊 也起了个名 叫什么 叫 叫回家 对对对 回家 回家好 妈 您干嘛去 我去洗手间 我陪您去吧 不用 我也去 慢点啊 月真 回台北的日子我已经定了 给爸爸下仗的日子也已经定了 打搅了你们这么久 我真的很抱歉 尤其是对你 静蓉 替我保密吧 孩子们都很孝顺 就像我来的时候那样 悄悄地离开吧 那老胡 还有年英 等我回台湾以后 我会慢慢地 给年英做工作 至于英华 哎呀 临走之前我再告诉他吧 管你怎么说啊 他们父子总算见着了 我已经很满足了 没有遗憾了 可 哎呀 就这样了 这是哪儿啊 去了你就知道了 来 坐坐 哎 谢谢啊 喝茶 喝茶 谢谢啊 这么多人 谢谢 谢谢 今天萧奶奶过生日 我想帮你介绍给大家 不行 哎 哎呀 你又不是没见过 只不过从病房变成餐厅而已 我不都说了吗 多给我点时间 我等不了了吗 正好大家今天都在 省得我一个一个一个投资了 哎呀 别啊 不好吧 晓青大夫 奶奶 夏奶奶 快 快进来吧 哎 全好了 好了啊 哎 那大夫怎么说啊 怎么说来着 你不知道啊 我没去我让青湖问他 哦 所有数据显示 都恢复正常了 挺神奇的 可能 一来是小蕾体质好 二来 积极配合治疗 剩下的 就是好好巩固就可以了 对了 太好了 小蕾是个有福气的孩子 小青大夫 我们也都喜欢 小青大夫啊 我们欢迎你 谢谢胡爷爷 你不光治好了我的病 还治好了我孙子的病 你是我们家的贵人 其实你们的病 都不是我治好的 我只是督促而已 你也说是你治好的 就是你治好的 听话 我喜欢小青大夫 你看人长得漂亮 又细心 当年呢 我就想要这么个孙女 又孙奶奶 您之前不是说 想要我这么个孙女吗 行行行 我都喜欢 都喜欢 再说了 你现在不就是我的孙女啊 对对对对 您之前说 想让我 嫁给胡小蕾 做您的孙女 你看 现在 我嫁给胡瑞了 还是您的孙女 我做梦都没想到 我成了小蕾的弟媳妇 轻忽你撑我轴里了 安心说得对 小青大夫 您要是能嫁到我们家 那就太好了 奶奶 您看您说的 我都不好意思了 你看你还小啊 还不好意思了 你看安心和胡瑞 都准备要孩子了 你说这小青大夫 我是在哪儿见我 这么眼熟啊 对了是那年 在我爸病房认识的 对对就是在病房是吧 是眼熟 眼熟 小奶奶 今天真的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是您生日 什么礼物都没准备 你能来 而且又是小蕾的女朋友 这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今天我看就差我们那亲家了 那亲家要是来的话 咱们一大家子人全都团聚了 你说你这人说话也是奶糊 不开提奶糊 那咱们还等吗 我看不等了吧 他大概赶不来了 那 那咱们就开始吧 雯一 你来了 对不起啊 我来晚了 回来就好 今天我来说两句 咱们一家人 能够在这儿做齐了 团圆了 这很不容易 这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 你们多少有都听到了一样 可是今天呢 我还想再啰嗦几句 你们的萧阿姨 萧奶奶 我对她很亏欠 特别是对她的一家人 对萧老将军 我更是亏欠 你严重了 不不不 我要让孩子们都知道知道 他们早就应该知道的事情 静蓉 你还记得这个吗 这是你的口琴啊 是啊 走吧 送你的 你怎么知道啊 最知道你的人就是我了 这就是那把口琴呢 我都藏了几十年了 深深地藏着我对你的愧疚 我记得很清楚 那是一九四九年了 这是实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 毛泽东为什么是共产党啊 解放人民和民族 共产党的军队 为什么人民喜欢 将军 各享有我 这段时间风生紧 别让人收入我 你是共产党吧 小老将军 小老将军 已经知道了我是中共地下工作者的身份 而且我告诉他 他每次帮着我搜集的送给共产党的情报 都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直接阅读的 小老将军非常高兴 他一边筹备着帅不齐异的工作 同时他安排我 要截获国民党 二百九十八箱军事机密的档案 把他藏在福建山企祠堂的大殿里 小老将军 反复地再三地叮嘱我 作为军人 人在 当案在 他的话我至今没有忘记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号 萧将军突然接到了台湾总统府 侍从使主任 奉蒋介石的手遇发给他的集电 让他立刻带着家属飞向台湾 这个事情来得太快了太突然了 我当时我就劝小老将军了 为了您的安全 也为了您在胜利以后 能做更多有利于人民的事情 总之要您留下来 我们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既然还有这个机会 能为新的国家做点事情 那么我个人的安慰算得了什么呢 将军 事情到了这一步 我就想 向地下组织汇报 转到了华东区域 包括了党中央周恩来同志 经过党中央的特殊批准 同意萧老将军 继续站在敌人的心脏 再好是密室以后 我当时想啊 要是萧老将军这一去台湾 肯定是凶多吉少 我赶紧就向地下组织 申请请他们做一份假档案 把可能会败辱的事情 全都转移到一个我们已经抓过的 国民党的高级间谍的身上 制造一些事端 这样做 为的就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 台湾当局可以撇开 对萧老将军的怀疑 可是万万没想到啊 接萧老将军和家属的汽车 第二天一大早就到了萧公馆的门口 可是在说假情报没到我的手里啊 等我赶到飞机场 他们的飞机就已经起飞了 如果能早到一步 萧老将军在一九五一年 也可能就在台湾当局的 亲俗运动中逃过一劫了 这一步 一晚就是快六十年了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都为这件事情愧疚给折磨着 这次啊 你抱着萧老将军的骨灰 回到了北京 而且还告诉了我 那当时他怎么给他们送到了马场丁去枪杀 我太愧疚了 这就是那封没有发出去的假情报 我把它作为你的生日礼物 送给你了 送给你了 也算是我作为一个老兵的忏悔吧 爷爷 那时候您多大了 二十三 小奶奶二十 哦 念英啊 你能来就好 我告诉你 我是你爸爸 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 不管你认不认 我都是你爸爸 我知道你心里很苦 有疙瘩 有委屈 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你把这酒杯端起来 这些年 所有的酸甜苦辣 恩恩怨怨 都在这酒里了 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你误会了 顾伯伯 我 历史我懂 我念过 我没有责外谁的意思 一切的问题都出自于我 历史我懂 我念过 自己 但是可能调整的不是很好 我不怕您笑 我还去找过心理医生 他说我有障碍 甚至可以说是缺陷 我有吃药 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噩梦 从小到大 这个噩梦一直围绕着我 我 算了 还是别说了 好 胡年英 你姓胡 不管你说你有什么障碍 有什么缺陷 吃什么药 都改变不了你姓胡这个事实 都改变不了你是胡盈南的儿子 这个事实 你妈妈为什么跟你取名叫胡念英 你没问过 你那么聪明 你肯定知道 既然你是胡盈南的儿子 胡盈南就是你爸 这有什么需要调整的 这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呀 我早就想说到说到他了 苏阿姨说到你两句 你不介意吧 苏阿姨已经够客气的了 换上胡镇 我大巴掌早上去了 我大巴掌早上去了 妈 你妈为你 那真是温柔有加 宽容有加 处处为你想啊 是 你从小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们也听说了 没有一个妈妈 看到自己的儿子这样 不心疼 没有爸爸保护 母子俩相依为命 看人脸色 可孩子 那个世道 不光你一个人这样啊 那马场亭下面埋了多少人 你占了多少家呀 你说你为你妈妈鸣不平 可你了解你妈妈吗 为了能见你爸一面 就是这个信念 支撑她走到今天 走回大陆 走到了这个团圆的饭桌前 一个女人 一辈子没嫁 把自己的儿子拉扯大 让自己的儿子 能认清 她比你苦 比你累 好不容易盼到了今天 替你把你爸爸找到了 让你建造了父亲 可你 从不叫爸爸 两年了 你撩脸子给谁看呢 给你爸还是给你妈呀 给你爸看 你犯不着 当年他不知情 知道这件事情 不比你早几天 不比你早几天 何况他现在 已经是貌铁老人了 你还让他给你跪下不成吗 你要是给你妈看 那你就太不孝了 那你就太不孝了 如果要是给我们这家人看 妈 妈 李队 你说了 那 对不起 我们除了把刚才说的话 重复一遍以外 爱莫能助 因为我们心里 早就接受了你 你是胡盈南的儿子 是胡镇的兄长 我们没有做对不起天 对不起地 对不起良心 对不起你的事情 因为我们 是你在大陆的家人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对不起我有事我要先走了 李 李 静荣 我的话过了 这就是我爷爷跟萧奶奶的青春 青春是多么可贵啊 又是那么的不由自主 如果没有那些时代 环境 教育的影响 那我们的青春跟他们的青春 又有什么不同 如果没有 那么八零后 跟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 又有什么本质什么区别吗 如果没有 那么那些所谓的标签和分类 又有什么意义 还是说青春只是假象 每个人的生命 都是另外一个人生命的延续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所有的青春都应该一个样 只不过是时代不同而已 啥意思啊 我明白了 也就是说把人按时代来分类是错误的 人没有不同 只是时代不同 所以作为人的八零后 没有什么特殊性 但是作为时代的八零后 就有所不同 啥意思啊 就是说那些老是给八零后贴标签画界限 老拿八零后说事的 基本上都扯淡 因为每一代人都有拿年轻人说事的习惯 要么就是青春本身总让人担心 要么就是年轻总让人羡慕嫉妒恨 是这意思吧 你的意思 是不是这一期你想写青春的无奈和彷徨 这一点我有认同 我自己的青春就被剥夺的青春 十八岁开始被培养 要成为用笔杆子斗争的战士 写了大量的轰动一时的 讲述革命青春的文章 笔锋尖 人称文坛铁娘子 可你们知道我的真实梦想是什么吗 很简单 做一名芭蕾舞演员 可在我们那个年代 能跳芭蕾的就那么一两个 可是想跳芭蕾舞的 都从北京排到廊坊了 什么时候轮到我呀 就像你们现在年轻人 处处叫着要活出自己 我要活出自己 可我们那个年代 要做自己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可到后来我才发现 你的梦想并不属于你自己 她是可以被改变 或者被安排的 我的青春最大的迷茫就是 世界那么大 我和她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她是可以让我踮起脚尖的舞台 还是她眼睛里的我 只是一朵随波逐流的小男孩 迷失了 确实迷失了 你能想象到吗 赵妈妈年轻的时候 居然想当一个芭蕾舞演员 那有什么的 说不定那时候她就是个文艺青年 有那拖啊 杨晓芸是把鸭箱底的线都拿出来 一万 一万 她打算在这住多久啊 一两天吧 一两天 家都搬来了 算什么呀 她说新房子水管爆 刚交的房子怎么能爆水管的 咱们上次去看的时候 不是说新铺的管道吗 那我哪知道 她自己的房子呢 说是你再刷墙 要不然让她去我那个公寓 我给她找个房间 不用了 就一两天的事 别让她再去你那儿搅和 那你跟她能住到一块儿吗 看波波的面子上吧 波波不是也没丢中了 姨姨 老师要家长检查 然后签字 别瞅瞅 行 写作业写完了 写完了 马上去吧 波波过来 我来帮你检查 怎么不对啊 这婚礼 哪有用警车开到的呀 我觉得有点心上警察啊 刘燕 人老实都说了 检查完作业才能签字 你怎么随随便便就签字 你没看我在看电视呢嘛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呢 我不负责任 我不负责任你来啊 你的基地你不管你推给我 好 在这儿说了 现在小孩学医压力多大呀 她遇到我这样的家长 那是她的幸运 是吧 波波 还挺我 你别说你这房子虽然破点 但挺清静的 真不错 别在我这儿抽烟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那个小查 她叫胡小蕾 对对对 我老是把她跟以前那个混了 小胡 小胡 麻烦你个事呗 帮我去买点鸭脖 我这儿饿了 你还烟也不让我抽 晚上你们买那盒碗太难吃了 麻烦了啊 给钱 别老人掏药包 知道吗 别看了 看了又买不起 不难受啊 你这话好像特不爱听 你知道心里暗示吗 你要是觉得你会丢东西 你就真的会丢 你要是觉得你会生病 你就真的会生病 你要是觉得你买不起房子 那一辈子都买不起了 好嘛 好嘛 穿子今年就给我买房 这个月就给我买 我就不用急在这个公共宿舍 看男孩儿光屁股快跑去了 而且要买大房子 别墅 基本世界意思 做梦吧你 我看你啊病得不轻 怎么了 不舒服啊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病了吧 哎 人病了 哎 你是不是吃坏东西了 上医院吧 该说的 我可都说了 接下来啊 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不敢不敢 我 秋成哥 您这样说 可遮杀我了 谢谢您惦记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你啊 先不要给我喊口号 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好做 只要您一句话 多不好做的事 我都给您拿下 你小子呢 就是这股子蛮劲 你不想喜欢管这股蛮劲吗 来 秋成哥 来 只是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台湾的一家企业 他跟国内一家 很有资质的建筑公司在合作 这个项目 他们已经跟了很长的时间了 按理说 两年前就应该到手了 可是因为是领导班子调整的问题 这个项目就停了 好 现在 我来抓这一块 才有了你小子的事 这就是命 能否成为一匹黑马 就看你咯 那我该怎么做 胡氏集团的标书 做得非常好 满足了我们所有的要求 其中包括报价清单什么的 胡氏集团 我个人 始终不愿意 让台湾的企业 来插手这件事情 如果你能出一份 比胡氏集团更合理的清单 我认为是件好事情 什么叫更合理的清单呀 这就是今晚你的工作 把领导配好 套出这句话的意思 我怎么套啊我 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事成之后 我随便分你一杯羹 这一辈子你就不用干了 什么叫随便分我一杯羹啊 少过许多把脑的 我告诉你啊 你答应我的数 一分都不能少 这就要看你今天晚上的表现了 咱俩可是从小一起出来 跑场的难兄难弟 我有什么好事忘了谁 也不能忘了你呀 事成之后 我保证给你的 比你想象的还要多 我 大长 这次必须要豁出去 为了我们俩 来吧 六四姐 客人车到了 知道了 好 你怎么进来的 你怎么进来的 他什么时候走的 放心吧 他都走了半个多小时 我才给你打的电话 怎么样 问到了吗 你说呢 我是谁呀 干嘛 他怎么说 把你答应给我的条件 全部写在纸上 我就告诉你 我就最欣赏你这种女人 早就写好了 请勾 我就最欣赏你这样的男人 告诉你吧 他说了 只要你的预算 做得比胡适集团低就行 好 人家 是想从你那儿拿一块大肥肉 剩下的 别人知道怎么打点 说的那么直白 这个徐秋成 真是有点意思 在我面前只字不提 在你面前这么率真 你有点本事啊 预算要做得比胡适集团低 可是质量还不能差 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啊 我要胡适的标书 这个你就别指望我了 那个胡适集团 是不是瑶瑶她朋友家 开的那什么公司啊 是台湾的吧 好像瑶瑶她老公有个同学 嫁给了胡适集团的公子 这就对了 瑶瑶她老公也在那儿上班啊 她不是在杂志社吗 早就出来了 我听瑶瑶说她在那儿干得还挺不错的 有意思了 你是什么意思呀 你是想利用许川 许川可不是那种你想让她干嘛就干嘛的人 再说了 你俩是朋友吗 要想成为朋友 不是什么难事 许川是吗 我是前浩 又怀上了 怎么回事啊我头皮都麻了 麻什么麻呀 你老公现在不是工作挺稳定的吗 经济条件有好转你就生呗 现在只能说比以前好一些 能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 但还是住在连租房里 生个孩子得多贵啊 我又帮不上什么忙 每次录音就那么点钱 而且大部分都是浩哥给接的活 有时候我还真不好意思拿钱 你知道我欠她人情的吗 你不是说你老公现在挺不错的吗 那你们还不想想办法 买个小点的房子 付个首付总可以吧 她就是以总经理助理 每个月工资也没那么高 房子她最近倒是都在看 但是买得起的都到河北了 五块以内的付月供还可以 没钱给首付 我们也叫不打不相识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其实啊 我们也算有缘分 早就应该做起来细细品茶 娓娓道来 请坐 有这个必要吗 好 那我也就不让弯子了 我知道你是一个有性格的人 也知道你是一个想努力挣钱 摆脱自己过去的人 就是这点 我觉得你非常像我年轻的时候 我和你 让我来猜猜啊 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你的朋友 甚至于瑶瑶的看法 都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那些家庭条件不错的朋友 你时常觉得他们 是幼稚的 不切实际的 根本没有资格谈论人生的 你时常觉得你自己 才是明白人生真理的人 你不相信所谓的虚荣心 和假情高 机会财富权力 只属于敢于不顾一切去追求的人 哪怕是鲜血淋漓 哪怕是重判亲离 因为只有拥有权力和财富 才有资格谈论梦想 我说对了吧 你一定觉得很奇怪 我为什么这么了解你 其实啊 我不是在说你 我是在说我自己 所以 我觉得我们有共同语言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找一个 共赢的合作机会 请坐 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 但是我不觉得我们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 我也不觉得我们也可以合作的地方 如果你没有正事的话 那我先走了 等等 你喜欢正事是吧 好 那我们就来谈谈这合同上的 违约金吧 我知道 瑶瑶在拼命的录音还债 本来我不想深究这个事 因为瑶瑶也是我的小妹妹嘛 但是五十万不是一个小数目 瑶瑶拼命地唱那些三流的歌 要唱到什么时候才能还清呢 这是瑶瑶自己签的合同 我想让她还她就得还 她走到哪里 她都是这个规矩 对吧 那你到法院告我们 告是一个办法 但是要钱 办法就不止这一个了 我说过 我很看得上 我想帮帮你 我帮你 你也得帮帮我吧 这样我们才能达到共赢 这个事儿 如果 谈好了的话 这五十万 不但可以不还 你和瑶瑶的新房首付款 也不是那么遥不可及了 你想要什么 这个项目搁置了多年 重新的启动 其实 是个好兆头 我们两家公司 为了这个项目 其实费了不少心血 但是我是相信 Jordan是必有善的 以我们胡适的实力 跟贵公司在国内景观设计界的资质 音乐公园这个项目 我们一定是势在必合的 我知道你在胡适规划 我也知道你在胡适的位置 你参与了胡适标书部分内容的制定 对你来说 拿到标书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吗 对 这怎么能叫偷呢 最多叫一个窃取商业机密 我认为我们应该提前庆祝 你可以做的 神不知归不觉的 好 随我提 这种生意你会做的 因为我给你的 就是你离开杂志社 跑到胡适集团这样的大公司 所想得到的东西 我给你时间 让你考虑 好 曾经我年轻的心中 没有痛苦 我平静的生活 也不感到孤独 那是我的感情 愉快而又川普 我的初恋 也是那样幸福 我此心 太阳星月 都是我的朋友 我像有云一样从不 想到自己的归宿 那时我 大巴的 耗洒着世界 艰辛我像 播种着那样 从不曾 耽误 那时我像太阳一样 光芒自伏 我狂爱 自由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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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所有 我叛逆 在迷茫的 在迷茫的梦想里 带走各种各样不同的路 我自信 太阳星月 都是我的朋友 我像有云一样从不 在迷茫 想到自己的归宿 那时我 大巴的 耗洒着世界 天心我像 我种着那样 从不曾 耽误 在迷茫 在迷茫